面对镜头微笑 他是屏东县芳辽乡乡镇顾问李孟居 上个月18号到香港旅游 20号前往深圳后就失联 家属召集寻人 经过22天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证实李孟居在中国被依法审查 疑似就是传送这张解放军在香港边境集结的照片后 就失去联系 但明明失去经商 怎么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 芳辽乡乡长陈雅玲 认为中国根本罗之入罪 李孟居先生究竟有没有被刑求 有没有被严刑逼供 或者不能道的对待 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完整的说明清楚 李孟居被失踪引发关注 行的院长苏贞昌也表达会尽力协助 国人同胞被中国拘留 我们严重关切 让陆委会等相关机关交涉 以保护国人安全为最优先 左隆府也高度关切 还机会发函请中国海协会帮忙 除了要知道李孟居的地点 被关的真正理由 还要求尽速安排家属探视跟律师会见 44岁的李孟居是新竹人 曾在美国攻读学位 并积极参与公民运动 经常在个人社群网站上 分享香港反送中贴文 关心台湾的发展跟国际事务 现在人下落不明 家属就怕是李明哲事件再度上演